大家好,我是李佩珊 今天我所要简报的内容是如何让企业主从口袋里掏出一百万元 让我办活动呢? 我所选择的企业是2015年百大企业当中的三立电视台 我要找的人就是三立电视台的总经理张荣华先生 张荣华先生带领三立非常的多年 而他的经营理念以及手法是非常非常的特别 他说到呢,经营电视台就是要补物正业才会赚钱 哦,那究竟是怎样一个补物正业法呢? 他说啊,电视台除了要制播新闻以及节目之外 应该也要自制戏剧的部分 大家所熟悉的偶像剧像是犀利人妻 命中注定我爱你这些都是来自于三立的作品 而说到自制戏剧啊,不能不提的当然就是最经典的八点档世间情咯 三立在这一个部分也有非常好的表现 而除了戏剧的部分 三立的总经理甚至是带领他们开创了杂志这一部分的市场 他认为应该要把电视的内容延伸到纸本媒体上 开创不一样的客源甚至是创造潮流 而最近呢,他甚至又有新点子了 他开发了电子购物平台电子商务的部分 为三立电视台带来非常不一样的收入 而大家可能很好奇哦 这样子看似是不务正业的自营手法 会为三立带来多少的收入呢 在最新的资料里呢 三立的年度总营收是57亿元 是台湾所有电视媒体企业的年度营收总冠军 而既然三立电视台已经这么赚钱了 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让这个总经理大人掏出100万 让我办活动呢 我决定要调查一下他最近在做什么 最近啊,总经理说 我要投资新媒体还有文创 2015这个年度我就愿意出10亿 什么是新媒体呢? 在电视媒体界新媒体指的通常是相对于报纸电视这样子的旧媒体而言 新媒体是一种新的形式 像是新闻网站或者是社群网站的经营 甚至是电子装置平台APP的开发 这些都可以称作是新媒体 而现在许多的电视企业更是利用了新媒体的形式 去为他们创办新的收入 像是开创商务平台的这一个部分 目前是电视企业的走向趋势以及商机所在 而我想要办的活动呢 其实跟新媒体还有我自己的兴趣有关系 也是为台大同学谋一个福利 因为台大在没有传阅以及新闻系的这个背景下呢 相关的课程可以说是比较少一点 那我想要这个新媒体的课程 那希望可以把课程分为三大部分 分为是平台开发创意发想以及行销手法研究的部分 为什么要分为三部分呢 因为其实台大是没有传播学院的 那都是外系的同学来研究新闻媒体 其实对于三立要提供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资源学习 是一个亏本的现象 我想所以呢分为三大不同的部分 让不同的科系像是理工甚至是商馆 还有其他有创意的同学都来休息 不但可以呢让同学做不一样的学习 更可能提供三立的新媒体部门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启发 而三立电视台要提供我们什么呢 我希望这堂课是以研讨的方式去进行 大家可以讨论 那在期末的最后呢提出企划案来增进大家写企划的能力 三立电视台需要提供的是专业人员来带讨论的部分 以及他们相关的技术设备 那希望他们也可以提供实习的名额 让同学到新媒体部门去做实习 那怎样可以让总经理觉得他有这个需求以及动机呢 那当然是看一下竞争者在做什么 国内谁在做新媒体 你所想到的每一家媒体都有在做 而国外哪一家在做呢 国外所有的媒体也都在做 那到底可以赚多少钱 我们举一个才刚公布财报资料的媒体集团来说 纽约时报大家都知道 去年他们的新媒体营收是4亿美元 而经过了一年的时间呢 他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去做一个更深入的研究以及开发 在今年度收入成长了两倍来到了8亿美元 因此新媒体研究这部分可以说是商机无限 那这个课程除了可以提供台大同学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学习 也可以让三立有一些好处 那三立电视台最赚钱的电视台以及台湾大学全台湾IQ最高的一群人加起来是什么呢 我想应该就是商机无限 希望这样子的简报可以吸引到三立电视台的总经理 谢谢